依母音的特点 声音集中位置高 有穿透力 如果声音有发嗓 不集中可以采用依母音训练 依母音 你看依母音 它发出声音的位置 在这个舌头的前端 接近我们的 这个上嘴唇部位和 高位置共鸣点 距离特别近 所以这个声音是非常明亮的 位置又高 位置高就有穿透力 是不是 我刚才说了 可以结合到歌词里面 一望着月亮的时候 一望着月亮的时候 依旧想起了 可以接起来 依旧想起了 依母音发出声音的位置上 把歌词带出来 是不是 好 带出勾音 依旧想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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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在她的这个 依母音的 高位置 这个集中点 把声音带出来 声音就不发扫 就很集中 很明亮了 记住了 依旧想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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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ores 世界上最美 最美的世界 没有你的日子里 我常常换着月亮 那柔柔的月色交下 滴滴涅滴涅滴涅 也不意 围着我的心 我的泪水 我常换着月亮 绑绑绑的月亮 月亮在天上 我在点上 就像你在街 我在天亮 天上的灾倒 也倒不过天啊 你走得多么远 也走不出我的思念 天上在天上 我在天上 就像你在家 我在天上 天上的灾倒 也倒不过天啊 你走得多么远 也走不出我的思念 天上 你走得多么远 也走得多么远 我远早就想到大风 也求到我远 你走得多么远 我远早就想到大风 也走得多么远 我远早就想到大风 也走得多么远 我按着你的时候就想起了 世界上最美 最美的是月亮 你月亮更美 更美的是你 你月亮更美 更美的是你 更美的是你 更美的是你